一个普遍现象,但是也有个例 有的人讲,玩明清语的人看不懂高谷 众所周知的,所有的明清界大部分比传世为主 即使是入国土的,由于它时间短 入土特征也不是很明显 所以说你单纯的玩明清的 在这个明清界上学不到关于入土特征的一些知识点 你拿着一件高谷的东西 打青色,打灰皮,甚至盖化的东西 给玩明清的人看呢 它可能就单纯的从这个弓痕上来判断 那弓痕有石坨,铜坨,铁坨,还有推膜 各个不同时期,它留下的这个痕迹特点是不一样的 明清界呢,在这一个时期内有一定规律的 看明清语的那些观点 就看高谷,就有一定的局限性 提这个观点呢,并没有去打击某一个领域的 这一帮爱好者 只是从这个学术观点上 我们玩明清的,用你玩明清的这种鉴定思路和方法 去看高谷的话 包括玩中谷的 同样的,对鉴定结论上会起到一定的偏差 所以说,我们鉴定谷欲,不管是明清的也好,纵援的也好,还是战汉以前的谷欲也好,和时间有关系造成的这个特征 一定要和公衡这两个方面综合判断 不管是哪一个时期的,就这一个鉴定方法 无外乎,明清价,少了一些入主特征的鉴定的理论依据而已 只要是爱好鼓勇的同仁,都是好朋友 大家都是推动又文化发展的积极者